8月20号,中国首款3A游戏《黑神话悟空》全球同步上线 凭借优秀画面表现与优质情节内容,热度持续飙升 近日,记者在上海采访了出演该游戏《天命人》一决的动作捕捉演员殷凯 对于如何演绎这一角色,殷凯做出了解答 《天命人》是一个比较包容的一个角色,我认为每一个玩家都是一位天命人,在走不同的大神之路 我们在演《天命人》的时候,除了要演他的一个人性的一部分,还有他猴性的一部分 更多的是给他的一些是帅和酷的一些感觉,并没有给他赋予很强烈的性格 关于如何做好一名动作捕捉演员,殷凯有着深刻的感悟 他要更多的是肢体的表现能力,我们在正常的工作和捕捉当中 大部分是用我们的肢体语言去赋予角色的灵魂,用肢体去表演角色的情绪 你需要一个很好的体力,因为拍摄的时候,比如说一开始从早上的十点或到晚上的六点 他会一直在动,一直在演 《黑神话》悟空的爆火,也让殷凯对动作捕捉演员的行业前景以及未来充满了期待 动作捕捉这个行业和动捕演员这个岗位,其实我是觉得它以后需求量增加 因为通过最近的这些游戏和各个影视剧等等一系列,把动作捕捉这项技术慢慢地在大众面前所展现 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能来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它的未来是一片蓝海吧,值得大家去期待的一个行业 《黑神话》悟空的成功,不仅展现了中国游戏制作水平的提升 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动作捕捉演员这个行业 相信在未来,会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演员涌现 我计划,不仅展现了不仅展现了